博字的国语重音是博二生博 博就是螺博 博又称来福 是草本植物属十字花科 经高约两三尺 跟肥白耳朵肉呈圆柱形 其变种则有扁圆形 颜色也有青红紫等 不过很多人也都把螺博念成螺博 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因为博字如果只念下面一半的话 就是这个福字了 福字的国语重音是佛无福二生福 福是人攻着背在地上爬行的样子 通常是与这个福字连在一起用的 福字的国语重音是福二生福 福就是贵福在地上而用手着地以行的意思 福福一语是指小孩子开始学步的时候 在地面上爬行而言 孟子滕文公上 赤子福福将入井 非赤子之罪也 是说婴儿无知在地上爬行 快要掉到井里面去了 这并不是婴儿的罪果 这是孟子以此主张教化民众所做的比喻 匍匐又是尽力以赴的意思 如诗经被封古封 凡民有丧 匍匐救治 意思是说 邻里有了困难 必定去尽力救助他们 匍字加上一个草字头 也念葡 葡就是葡萄 属木本慢生之物 据史记所在 是由西域传入我国 又名这样写的葡萄 最后再提出来 博字的国语注音是 博二生博 罗博不宜念成罗普 请您特别注意 今天的每日一字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了 谢谢您的收看再会